抬头仰望满天璀璨 这是属于外太空的喧嚣 在莫里巴甲的眼里 这样的喧嚣却不见得是外太空自然形成 很多都是人为制造的产物 目前太空中大约有5万个人造物体 最小大约像是一只手机 最大甚至跟一个国际太空站一样庞大 尽管数量这么惊人 但大部分都是毫无用处的垃圾 不只是4万5千个垃圾在太空中急速飞行 外太空的人造科技数量还在快速增加 太空垃圾不断在地球轨道上旋转 看起来像是无害 但专家认为可能造成严重的后果 莫里巴甲强调自己并不是为烟耸听 这些太空垃圾可能影响到 我们日常仰赖的卫星通讯 而且好莱坞电影《地心引力》当中的情节 确实可能真实上演 失去作用的太空垃圾 还可能无预警地坠毁在地球 去年2月 昆士兰的夜空当中出现奇特的火球 研判就是中国大陆的太空碎片 在大气层燃烧造成的现象 莫里巴甲因此利用科技 把地球附近的太空垃圾 全都做成动画地图 方便及时观测 掌握动态 虽然是一般民众看不到的这些垃圾 但同样影响地球生态 莫里巴甲还积极透过教育 让民众了解这种对人类威胁 越来越大的环保理念 也成为全球少见的太空环境斗士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国际Plus 莫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